原青花中呢 高档瓶少 目前全世界完整期 收藏就不足300件了 世界第三 中国第一的 就是我们高安市博物馆了 在1980年11月29日 高安地亚电机场的施工过程中 就发现了一处椭圆形的教穴 教穴藏有文物 245件 其中瓷器 240件 铜器4件 铁器1件 尤其以19件青花和4件右里红 最为光彩照人 震惊中外了 姐姐 为什么这是我们高安的镇馆之宝呢 首先是因为它整气都非常的完整 并且带盖 乌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一件孤品 中间这两层是什么纹饰啊 中间两层纹饰呢 第一层是娱乐纹 第二层呢是蝉织牡丹纹 这六件煤瓶呢 也是我们高安馆层的一大亮点啊 整气呢都非常的完整 并且带盖 煤瓶俗称为金瓶 在宋元时期啊 为陈九之气 如果有戏能够打开看到 我们可以在它的盖子内壁与气底下 分别可以看到墨书礼乐书树舍玉六字 它是来自于西州时期的六亿文化教育 而且这六个字呢都是相对应的 姐姐这个瓶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在宋元时期呢为陈九之气 就是装酒用的 后来在明代的时候呢 因为它的口径非常的小 只能插一只梅花所用 所以呢就称之为梅瓶了 我觉得了很多知识 也了解到了高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我觉得古人非常的了不起